大家好,我是三昇 這個影片以一個超級攻擊硬高鐵粉玩家 但是沒有玩過《機戰傭兵》系列的角度 來聊2023年除了《王國之類》以外 我最期待的遊戲《機戰傭兵6 境界天火》 內容沒有劇情雷 但會讓可能還在考慮了你知道 這個遊戲是否適合自己 首先小補充一下 這個作品預告剛出來的時候 光是看到這句《Feed the fire》 和下一句《Let the last cinders burn》 也就是讓最後的星王燃燒吧 這兩句充滿濃濃魂味的描述 又加上當時的總監也是掛攻擊硬高 我就直接連後面的所有預告和新聞都不看 盡量想保持一張白紙狀態開始遊玩了 沒想到遊戲玩一半 越來越覺得怎麼硬高位變得稍微淡了 查一下才發現原來他只負責前期定義大致的方向 基礎玩法和動作性等等 不過整個故事和表現方式 依然維持了宮崎英高 或是說FromSoftware一直以來的風格 隱晦 破碎 不易理解卻被迷人的世界籠罩著 對於宮崎英高全作品白金 但沒有玩過任何《激戰傭兵》系列的我來說 既有點那麼熟悉 卻又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視覺風格 鋼筋遊戲給我的感覺 有點讓我想到電影《環太平洋》 就是這種超巨大機體 以一種居高臨下的角度 看著渺小的人類世界 充滿硬派風格的臭直男的浪漫 尤其搭配的重金屬電子月 整個塑炸出來的氛圍 我認為是非常迷人的 有狗自己覺得很有趣的點 是遊戲裡充滿了各種簡稱 讓我覺得莫名的有點小島秀福 我在很多影片裡提過 我個人評判一個遊戲 是不是好遊戲的依據 最注重的層面是遊戲性 也就是撇除了畫面音樂這些之後 遊戲本身到底好不好玩 說真的我是有點出乎意料 這個作品的玩法 整個主線其實不算有一張完整的地圖 比較像一關接一關 一個任務接著一個任務 接下來發展到什麼程度 你就去哪裡幹點什麼 原本看預告片是機甲在天上飛的時候 我自己腦補的想像是類似愛爾登法環那樣 在一個巨大的平面世界 賦予了飛上天的額外立體空間 可以說是有點像從曠野之奇變成王國之類 沒想到是這樣每個關卡分開安排的設計 原本想說無論如何是FRON SOFTWARE的作品 難度應該也不會太簡單吧 結果有點意外的順暢 雖然說也不是自己技術多好 關關都打到完美無孫什麼的 但或許是我自己預期難度太高 沒想到大部分關卡都是能一次過的 整個遊戲玩完 我大概只有三個BOSS打了比較久 其中一個還是最剛開始 應該可以說是新手教學的關卡 不過在比較習慣 這款遊戲是可以飛上天之後 也很快就可以打贏了 這邊不只是有一種 在教玩家這個遊戲 到底怎麼玩的感覺 而且也讓我開始體驗到 或許是這系列最迷人的一點 也就是操作手感 一開始其實是有點眼花撩亂的 畢竟一大堆飛彈和雷射 脈衝各種東西飛來飛去 然後自己身上又有左手右手 左肩右肩各種武器 同時又不能忽略自己的血量 還要一邊觀察自己還剩下幾個元素瓶 然後想活下去的話 閃躲絕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還不只是魂系列那樣前後左右翻滾 這個遊戲常常不能忘記自己是可以飛天的 有個玩偶大概死了20次 武器怎麼換裝備怎麼配就是打不過 但突然想到自己可以飛上天之後 居然才又嘗試了兩三次就過了 而且無論是近戰還是遠程武器 我個人覺得打擊感都非常好 關卡的直接安排雖然相對少了探索地圖的樂趣 但可以飛上天又有遠程近戰穿插的優秀打擊手感 在遊玩過程算是給了我相當深刻的印象 也算是稍微體會了 為什麼這麼多老玩家 聽到這個系列要出續作的時候會如此興奮 除了故事組件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競技場的模式 簡單來說有那麼典向隻狼的再戰模式 也就是可以直接挑一個對手來打 而在《機戰用兵6》裡面 打贏這些挑戰的獎勵 則是獨立於裝備武器以外的OS調整系統 大致可以理解為就是一些可以自己選擇 調整某類型武器的增益 或是整體增加防禦力 增加補血量的數值 這個模式打起來是蠻爽的 但有點可惜的是我個人主觀覺得難度偏低 大部分的戰鬥打起來都是不到一分鐘的收工 而且幾乎都是第一次就過了 只有少數兩三個有重複挑戰 但也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就贏了 依然還是覺得太過簡單 遊戲最提供我樂趣的地方 除了前面提到的戰鬥手感之外 我覺得任務與任務之間的配裝過程 也是樂趣十足的事情 但這有點一提兩面 待會會提到優點以外的另一面 遊戲主要提供了兩個可以自行客製化的部分 第一是配色 我和朋友不約而同都認為 自己是在更改了機體配色之後 突然對遊戲充滿帶入感 或有一種 啊這終於是我自己的機器人的感覺 像我一下就改成了別於預設灰撲撲的樣貌 直接變成了浩克毀滅者 要認真搞的話 是可以非常詳細去配色的 這是我覺得挺有趣的地方 第二是我認為算是選項不少的武器裝備 這些直接影響了玩家的攻擊方式 是要高敏捷的快速攻擊 還是高負重搭配超重量級的武器穩扎穩打 是要遠程的高密度的機關槍 還是節奏較慢但火力較強的炮彈類型 又或者是要近戰貼著打的玩法 以上又要搭配肩膀的飛彈 還是能抵擋強力攻擊的盾牌 可以說是玩法無窮 而機體的外觀也是可以考量進去的一點 要帥還是要使用路線 就是不同風格的玩法了 提到了武器選擇 就順便提一個我覺得有點困惑的地方 不確定到底是不是自己漏了 我整個遊戲玩到跑工作人員字幕 都還沒有搞得非常懂 火炮、脈衝、電 跟幾個其他類型到底各自差異是什麼 是某些比較容易打破敵人的防禦嗎 還是某些屬性對於特定敵人會更有效 甚至連1N負荷 到底有什麼實質作用 我也不是很明白 但這似乎也沒有影響我玩完整個遊戲 所以不算個大問題吧 我個人認為比較可惜的是 整個遊戲幾個比較難的王 似乎設計上是要玩家去找一個 他們安排好的最佳解 而非其他魂系列量 普遍都可以用玩家自己的流派和玩法去解決 這就是我剛說武器選擇一體兩面的另一面 譬如說有一個王 我也是被虐殺到瘋掉 而且他實在超級無敵硬 打了老半天 只要被掃個幾下就會死掉 我是不怎麼怕死 這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當我死了個20次之後 心血來潮回去買了打裝機 難度一下就驟減 也是嘗試了第二次第三次就贏了 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黑暗靈魂2 很多魔王也是原本覺得很困難 不過一旦發現了設計團隊 希望你用什麼特定方式去解決之後 就會瞬間難度下降 變得不再需要思考 或是根本不會考慮用其他方式來嘗試了 也就代表說這會讓遊戲的耐完成度下降一些 我個人玩完第一輪的感覺就是 整體並沒有像隻狼那樣 即使已經是差不多五年前的作品 我到現在還是會不時打開 挑幾個魔王來打幾下 或許這樣的設計是讓玩家在PVP找到樂趣嗎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特別愛PVP 所以沒有打開連線模式來玩 這個歡迎大家幫忙補充啦 另外提一下兩小點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可能比較容易3D暈 遊戲上市的第一天晚上12點一到 我準備一路打到天亮 平常根本就不會3D暈的我 剛開遊戲打到第一個教學關卡的王 就覺得節奏超級快又飛來飛去 導致有點小暈 結果居然玩差不多兩小時就跑去睡了 我身邊也有朋友跟我相同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會3D暈的 那可能需要花多一點力氣去習慣 我有聽過有人說持暈車藥可以解決 或許你也可以試試看 第二是遊戲時速 我整個遊戲全破主線 花不到20個小時 原本都準備了大量糧食 準備好幾天不出門了 沒想到第三天就收工了 我在猜這個或許是作品 接下來的定位會有點像 七彈大作戰那樣嗎? 就是提供一個主線 讓玩家熟悉系統 之後可能很大的樂趣 是來自跟真人的互動 如果像我一樣比較偏好自己玩單機遊戲 那或許也可能會覺得有點意猶未盡 但至少對我來說 這個不到20小時的遊玩過程 整體的關卡設計是非常OK的 並不是每一關都是進入戰場 打完敵人、收工解散 有時候是要一隊多打一隊雜魚小兵 有時候是要打只有特定部位才會損血的敵人 有時候是一邊倒數 一邊守住一波又一波的攻擊 偶爾也還是能探索一下不算大的地圖 但跟魂系列比起來 探索的樂趣還是不能比的 如果跟我一樣 原本是衝著宮崎英高四個字 注意到這個作品 而且又更偏好單人單機遊戲 那或許可以等特價 這個遊戲絕對值得一玩 但沒有特別愛PVP的話 很可能跟我一樣會覺得有點那麼可惜 不過還是要說 整體的人過程我是很享受這個遊戲的 特別是在操作手感上 我身邊有朋友非常喜歡機甲戰鬥類型的遊戲 他也覺得這款的手感完全是上乘之作 畫面上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如果本身就喜歡這種機甲題材的作品 絕對不需要猶豫了 另外最後想順便提一下 剛進遊戲看到這個字也太醜 用心點換個適合的字體沒這麼困難吧 怎麼會用黑體呢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